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海杭州 明波等多地的机场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 长三角铁路多条线路停运 从昨天中午起上海的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半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 台风灿都将持续的影响我国东海及江浙沪等近海海域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继续发布海浪红色警报 并将风暴潮警报级别降为蓝色 昨天下午台风灿都强台风级已经到达杭州湾外海 24小时海浪预警级别维持红色 预计东海将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该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 上海浙江北部近海海域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 该近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 国家海洋预报台提醒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 继续做好防御海浪和风暴潮灾害的应急准备工作 为了应对台风 交通运输部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响应 受台风的影响多趟铁路列车停运 上海机场8成以上进出港航班将调整取消 交通运输部表示 第13号 14号台风将对我国东南 华南沿海地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运行 特别是海上交通安全带来严重影响 根据气象预报显示 台风灿都穿过舟山群岛 舟山海市局已启动一级防台响应 目前舟山海域有避风商船2300余艘 其中载运液货危险品船422艘 辖区大型码头已经全部停止作业 水上客运航线已全线停航 海市部门已协调专业救助船艇和大马力托轮 在辖区重点水域值守待命 已被随时应对各类海上突发事件 铁路方面受台风灿都影响 北京南站56趟始发列车停运 从深圳北站开往上海杭州南京等方向的多趟列车停运 长三角铁路决定恢复沪宁城际6趟列车运行 同时加开京户高铁林克9.5对 9月12号至15号 中国铁路南宁局的23趟旅客列车停运 据悉国铁集团各局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 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 随时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及时通过车站广播公告等方式公布列车停运信息 同时加开退票改签窗口 民航方面 上海浦东机场和洪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大幅下降 八成以上进出港航班将条件取消 11时候浦东机场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 15时候洪桥机场所有进出港航班取消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疫情的消息 来自卫健委通报的最新数据 12号各地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 其中本土病例22例均在福建 其中福建莆田市15例 福建泉州市6例 福建厦门市1例 其余27例为静脉输入病例 各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8例 其中本土13例均在福建莆田市 目前已经基本判定导致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 而短短3天内在福建3地就新增了75例感染者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本轮疫情的形势严峻 疫情波及的3地分别是莆田 以及莆田周边的泉州市和厦门市 泉州已经报告7例确诊病例 这7例感染者全都是来自于 与莆田市仙游县丰亭镇县相邻的 泉州市全港区界山镇 7个感染者当中有4个人 是在莆田市仙游县丰亭村某鞋厂上班 制鞋业是莆田的一个重要产业 目前该鞋厂已经至少有12人感染 其中莆田8人 泉州4人 继莆田丰亭镇铺头小学之后 泉州市全港区界山镇的界山小学 也出现了疫情 9月13号 泉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相关的情况 其中 病例期是一个10岁的男孩 界山小学的学生 系莆田市报告确诊病例的儿子 目前 莆田先游的疫情 已经外移到了福建厦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院 在例行开展的主动筛查中发现 第三方公司后勤服务一人员 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下大副手第一院发布通知 医院实行封闭管理 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 复诊患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看诊 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国新办昨天消息 自2016年以来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1年 位居世界第一 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 2012年到2020年 我国工业增加值有20.9万亿元 增长到31.3万亿元 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 增长到26.6万亿元 占全球比重由22.5% 提高到近30% 在500种主要工业品中 超过自成产品的产量 位居世界第一 12号 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华能迟岛弯高温气冷堆 核电站示范工程 1号反应堆成功进入临界状态 机组正式开启 带河功率运行 这是师范工程 即今年完成双堆冷室 双堆热室 首次装料后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机组将于年内实现定网发电 9月12号 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遭遇暴雨 引发的泥石流导致至少17人死亡 警方表示 受灾地区建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其中有三栋相邻的房屋被全部冲走 目前 搜救和道路强险疏通工作持续进行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12号发布消息称 当天下午6点15分左右 以下载有14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的小型客机 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森林中紧急迫降 目前已有4人遇待 包括机长和3名乘客 初步调查显示 事故原因可能是着陆时操作错误或设备故障 人心骑泰山仪 9月11号在山东泰安 汽车少了一扇门 那就等于是给危险随时开了一扇窗 再来看 近日江苏连云港的一名男子看到食品安全的宣传后 怀疑自己吃的凉皮里面有阴素 于是就报了警 还送减了一份吃剩的凉皮 结果呢 这份凉皮还真的是有阴素减 纳可丁等成分 随后民警在店主李某的店里 家里搜索出了大量的含有阴素成分的辣椒油和粉末 目前店主已经被抓 哎呀 不管什么时候啊 比舌尖上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舌尖上的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来追踪一起事故 8月27号的下午 大连市金浦新区凯旋国际大厦突发火灾 300多名消防员用了7个多小时才将大火扑灭 火灾发生之后 大连市立即批准成立了火灾事故调查组 迅速开展火灾原因调查 事故责任调查 核定损失善后处理责任追究等工作 经过事故调查组缜密的开验 最终查明了火灾的原因 综合分析认定 此起火灾的起火部位为大厦B座19层1910市 火灾原因系电动平衡车充电器电源线插头 与插座接触不良发热 引燃周围木质衣柜等可燃物所致 此外根据掌握的证据线索 针对物业管理公司盛辉物业 违反消防管理法规 对隐患长期拒不整改的问题 其法定代表人宋某经理袁某 因涉嫌消防责任事故罪 由公安机关立案并进行刑事侦查 目前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 这规定予以刑事拘留 针对B座1910市住户过失引起火灾 且造成他人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较大的问题 房主于某因涉嫌失火罪 由公安机关立案并进行刑事侦查 目前已被采取监事居住的强制措施 火灾涉及的相关人员行政管理责任 正在有序调查中 9月13号 省市场监管局在铁灵启动2021年 辽宁省质量月活动 结合今年的主题 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 大力推进质量强省建设 沈阳市铁岭市神府示范区三个试点地区 分别交流了开展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工作情况 这个平台分下上和下下 下上就是他们整合这些资源 那么有一个服务的接入口 是企业方便的进行访问 下下就是一个叫辅助工作站 其实就是问需与企 到企业点对点的了解企业的需求 今年质量月期间 将组织开展质量技术帮扶巡回问诊 检验检测日开放活动等19项活动 同时还将发布学生文具 儿童玩具等一系列社会关注的重要质量信息 及消费提示 近日广东深圳的一名四个月大的女婴因脑死亡意外去世 她的肾脏救火了一名已经等候移植一年多的15岁男孩 由于年龄的差异 婴儿与男孩的肾脏大小 血管的粗细和输尿管粗细相差都非常的大 手术难度极高 最终经过近10个小时的紧张手术 孩子的肾脏移植成功 一年七月份的时候 她那时候还冲中 刚刚放假 回来我就发现她的腿肿 还有那个嘴神发白 然后我就带她到那医院检查 就检查出尿乳症 真的一点失望都没有了 每一次都靠透析 那个维持那个生命 她现在她以前八十多斤了 现在透析一年多只有六十多斤 我们这个手术跟普通手术不一样 这个手术呢 我们要连着这个供体的小孩的 主动脉 下腔静脉 两侧的输尿管和部分的膀胱 我们整体移到这个受体小孩的卡窝里面 总体来说还是比普通手术要困难得多 很开心 很激动 因为觉得她有习惯了 我很想感觉那个健身姐的家属 能够给她冲伤 还有感谢这个医生 这个团队 他们所有的医生跟服务人员 谢谢他们 日前我国的一个研究团队 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 老年高血压患者将收缩压控制在 130毫米拱柱之内相对安全 这个结果低于目前普遍接受的目标值 随着人口老龄化 老年高血压患者降压把目标 成为备受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然而 既往大型临床研究结果各异 各类指南的推荐值也不尽相同 新研究将8000多名老年高血压患者 随机分为强化降压组和标准降压组 强化降压组的收缩压把目标 为110到130毫米拱柱 标准降压组的收缩压把目标为 130到135毫米拱柱 研究发现 与标准降压组相比 强化降压可使主要心血管复合结局 风险降低26% 急性施带长性心力衰竭风险降低73% 急性关脉综合征风险和中风风险 均降低33% 此外 强化降压也不会增加患者 严重不良事件风险或肾脏损伤风险 寻味辽宁 今儿给大家推荐一款美味红烧肉 一说到红烧肉 这可是到硬菜 不管是红烧肉炖粉条 红烧肉炖鹌鹑蛋 还是红烧肉炖豆角 哎呀 这怎么吃都好吃 可这红烧肉虽然好吃 做起来有点麻烦 自己也做不出饭店那味来 那今天咱们就给大伙准备了一款加热及时的红烧肉 而且还是咱们辽菜的风味 咸香适口 做好了的红烧肉 肥瘦相贱 颤颤颤弯弯的 咬上一口 嗯 那叫一个香 挺解馋的 大伙看我今天端的是啥 我最近苦练学艺 化身大厨 学了一道这个 聊菜风味的红烧肉 大伙看这卖相多好 吃起来那是更香 搞错了 再来 就这也能算大厨 现成的红烧肉直接下锅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只要您会翻炒 看着彻底热透 端上三周后 直接征服佳人 色香味一样都不差 嗯 太香了 咱们这个红烧肉啊 吃起来就是 咸香味特别的重 跟那种南方做法 红烧肉比起来呢 没有那么甜 特别适合咱们 东北人的口味 而且啊 这煮完之后红烧肉啊 特别的烂火 肉呢又比较有嚼劲 肥肉是已经不腻了 再配上这个 弹弹的这个皮啊 吃起来口感特别丰富 就是坚硬剔透 五花三层的红烧肉 咬上一口 绝对的更香 改馋 一准跟咱平时在家吃的猪肉 不一样 我们选用的是 辽宁本土的黑猪肉 肉质非常紧实 然后香气浓郁 滑嫩 之间的脂肪啊 非常的分布的 非常均匀 包括咱们的 就是工人修整后的 这个也是非常严格的 或者是工人 刚切出来的肉 是3乘2.5 这样的汤汁呢 怎么更加入味 在辽宁的黑猪 那是出了名的优质品种 瘦肉香而不柴 脂肪含油量高 当然 就算是这么好的一头猪 也不是身上所有的五花肉 都能做成这么好吃的红烧肉 我们的红烧肉选用的是 排酸厚的优质五花肉 而且是三层肉 三层肉呢 就是多一层 就是非常就油腻了 然后少一层呢 又香气不够 三层肉的口感比较好 吃起来香而不腻 当这些肥瘦分布均匀的五花三层 经过人工手切成 大小一样的骰子块之后 就要与精心熬煮出来的老汤相融了 慢火炖煮三个小时以上 充分将老汤的精华 浸透每一丝瘦肉 又把肥肉中的脂肪慢慢吸出 让您吃到嘴里 肥而不腻 香而不柴 红烧肉啊 咱们给大伙夹一个看一下 一夹就断 真的是特别的烂火 然后呢 这个瘦肉呢 还保留着一定的嚼劲 所以说这个红烧肉 大伙自己在家煮的话 这个火候掌 我肯定是没有这个这么好的 你在家自己做的 那个你的香腥料啊 和那个调味料比较单一 而我们这款红烧肉 就是光调味料和香腥料 就二十多种 是吧 而且都是钥匙同源的 就是肉的本身嘛 它都有一股 那个那个腥味 是吧 那么我们这二十多种的 这个香腥料呢 去腥效果 去一味效果 非常明显 是比你自己家 那么单一的香腥料 的效果要好得多 无肉不欢 和吃肉怕胖的老铁 用这样的红烧肉 完全可以自由发挥 加入白菜粉条 混起来 弄点干豆角 孤独一锅 在万物皆可炖的东北 吃一口红烧肉 真香 喝一口猪大骨熬成的老汤 郁转 尝一口 这里炖出来的蔬菜 那真是比肉都香啊 一说到这种 加热及时的食品 大家伙最担心的 就是是不是 正规大厂生产的 毕竟吃到嘴里的东西 安全卫生材 是最重要的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咱们这款红烧肉 绝对是正规 大厂家生产的 而且是国家高级 食品安全管理师 全程把关 红烧肉选用 优质黑猪五花肉 较为原料 采用传统工艺制作 人工切块 老汤卤汁 卤汁过程中加入白纸八角等 二十余味 药食同源的调料 做好的红烧肉是 咸蛋适口 香而不腻 重点是 大家拿回家 啥调料 咱也不用加 直接开袋加热后 装盘 就是一道硬菜 下饭又解馋 不想错过这口的 赶紧拿出手机 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北斗融媒微信公众号 香而不腻的红烧肉 正在惠民秒杀当中 优惠仅此一周 大伙可千万别错过 温故之心 说古论今 开学季 温故之心为您推出 翻开课本 读经典系列 今天李东老师要分享的主题是 赤诚爱国心 爱国主义教育 从来都是中小学 课堂教育的重要内容 统编语文教材 五年级上册的第四单元 以爱国情怀为主题 编排了三首古诗 分别是 《诗儿》 《提林安底》 和《己亥杂诗》 《诗儿》的作者是南宋文学家 陆游 这首诗是陆游85岁临终前 写给儿子的绝笔诗 陆游出生在江南 在他出生两年之后 就发生了靖康之变 也就是127年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 灭了北宋 还俘虏了北宋的两位皇帝 此后金军大举南下 陆游一家人 常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陆游年轻的时候 就树立了抗金复国的思想 终生主张收复中原 强烈渴望国家统一 诗的前两句突出一个悲字 陆游临终悲怆的不是个人的生死 而是没有看见祖国统一 以万事之空来衬托一世的不能忘怀 遗憾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提林安底的作者是南宋诗人林生 这是一首写在南宋都城林安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 诗的首句运用了山楼两个碟词 营造出亭台楼阁 林刺致笔 青绿山巒重重叠叠的美好意象 但是 面对国家的大好河山被金人肆意践踏 南宋统治者却满足于现状 不想收复故土 偏安江南一遇 诗人的悲愤之情悦然至上 后两句当中的暖风 游人 罪都是一语双关 既是描写西湖美景 春风拂面 令人陶醉 更是暗指南宋朝廷的颓迷之风 讽刺那些忘记国难 苟且偷安 醉生梦死的南宋权贵 几亥杂诗的作者是清代诗人龚自珍 他在几亥年 也就是1839年 写了一组诗 总共有315首 这是其中的第125首 公子珍在诗末写了注释 透露了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表面上看 这是一篇为道教继神写的注文 他却借题发挥 奉劝老天爷 重新振作精神 不拘一格的降下人才 挽救国家为王 诗中用了九州 轰雷 万马 天公 辉弘奇特的想象 表达了诗人 期待杰出人物涌现 期待社会变革大潮 抵挡旧势力的远大报复 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这三首古诗 涉及的年代人物背景 各不相同 但中国人 代代相传的爱国情怀 贯穿其中 它表现了中国人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大多数人眼中的 我妈是什么样子呢 是李焕英式的妈妈 还是 季佩真式的妈妈 您会问了 季佩真是谁呢 中秋节 即将上映的电影 《关于我妈的一切》里面 就会找到答案 昨天下午 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的导演 赵天宇 带着主演徐帆 张静怡 许亚军 来到沈阳 为即将上映的影片 宣传造势 影片讲述 母亲离患癌症晚期 只剩下四个月的生命 为家庭操劳一生的她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与每位家人告别 入行以来 徐帆曾在很多影视作品中 塑造过动人的母亲形象 这次徐帆再次挑战母亲一角 为的就是唤起每个人心底 对妈妈的那份爱 如果你们要是 看完这部片子 想你们的妈妈了 打个电话 跟她说一句我爱你 完了 如果要是想她们了 可以见面就回家报告 如果实在是不好意思 说出来我爱你的话 就跟她拿瓶酒喝一口 也是可以的 这次与徐帆搭档对手系的是 许亚军 从人民的名义里的齐厅长 到这次变成了一位父亲 影片前半段里 这位父亲面目模糊 还有点窝囊 存在感极弱 直到死神来袭 他才意识到 原来妻子为他分担了 那么多的家庭责任 可能演其他的戏 可以用演人用技巧来弥补 但这部戏 没有技巧可以弥补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你用你自己的真心 去感受这个人物 用真心来感悟吧 否则的话 这个人物你是演不了的 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 将于9月19号全国供应 温馨提示 一定要带上爱你的母亲 和一包纸巾 记者孙军同号报道 盲盒装着的不仅是礼物 还有瞬间的惊喜 最近山东省维芳一小学的 开学典礼上 就出现了一个大盲盒 拆开后 出现的是飞舞的气球 和校长扮成的机器猫 操场瞬间欢呼一片 据学校老师介绍 校长已经连续 有等国家和地区 骆驼选美是一项重要的赛事 甚至促进了克隆产业发展 据报道 为了得到长相完美的骆驼 不少当地人会赤重金来 克隆骆驼选美的佼佼者 克隆骆驼价格不菲 一头单风骆驼通常需要花费 20到40万迪拉姆 约合人民币35到70万元 即便如此 市场需求仍然旺盛 瓦尼表示 他的诊所去年成功克隆了20头骆驼 今年已经克隆了28个胚胎 移入母骆驼子宫 有的客户要求克隆产奶多的骆驼 有的要克隆尽速成绩较好的骆驼 但克隆选美优胜骆驼的需求最多 瓦尼2009年4月 与其他研究人员首次成功克隆骆驼 是世界首例 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 都开展了动物克隆 但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反对这种做法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最后让我们一起畅游辽宁 走进我省的5A级景区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我是孙晨天 感谢您的收看 第一时间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